为了这6万元 嫌犯梁金峰和许姓女友铤而走险 绑架红姓女学童 使得年轻的岁月写上黑白的一页 根据警方调查 梁金峰以及许姓女友由于染上毒瘾 经常与人打麻将 因此急欠了赌占12万元 并且开立了本票抵押 由于本票到齐 梁金峰在无钱可还的情况之下 伯同女友闯下大祸 绑架红姓女学童 综合这5年来 薛同高绑架如走的时间 大多是在上下学的途中 而且这些学童的家庭背景 也都是家境不育 不过林炳红的案例 却是少有的 因为她父亲的职业 是捆工兼刺激 母亲则以打零工的方式 来贴补家用 一般而言 这样的家庭状况 似乎不容易成为 歹徒下手的对象 因此警方研判 歹徒先绑架 后支票的原因并不单纯 经过6天 长达144个小时 震惊港台两地的绑票案 虽然已经宣告侦破 不过惊魂未定的 障碍家一家人 目前还是没有回到 在西拱的家中 而是暂时住在酒店 遗开媒体的追问 那我们言判 应该是跟她熟视的所为 但女儿被绑之后 白冰冰日夜不能成年 每当经过家中女儿的房间时 眼泪就会不听使唤的掉下来 而此刻对白冰冰来说 她已经无所求 现在她只希望 女儿能够平安脱险回来 而她也愿意用一切 来换回她振爱的女儿 开铁工厂的郑家 仅有的独生女儿 竟被自己家里的工人绑票勒索 最后甚至被撕票 年仅13岁的郑长妹妹 成了母亲心中永远的痛 时间虽然慢慢流逝 噩梦却始终不会消失 今天的灵异最前线 即将进行一个 最感人肺腑的灵异接触 本节目为保护当事人 地点及名字 皆以化名出现 现在就让我们前往现场 深刻体验这段 母爱淋漓尽致的光辉 我女儿是很乖 是一个很乖 很乖的女儿 我是在心想不合 我来到我心情有点事 会在我的心情 这样厉害 我不是康备 我一直在想 又一直在交我女儿 有时候我都站在一起 她还在交我女儿 她都没穿什么 没穿过 只有这条街道 是这样的 想象 他就說繼續二十萬塊說好了 到我幾年的時候 他就叫我嫁給他死在他 誰來的那個阿姨 他就都在我面前前 一直交,一直交,說他很冷 他說他沒什麼那麼親 我實在是很不敢 我實在不知道要怎麼做 我有跟老師說過這幾年 想說我們年齡跟老師去現場 你就是老師做法 你就是相信老師要配合老師 我們這一定是一年幫你做 看說通訪也是希望說的 當我看就不見了 幫你說看是敲打 或是讓他好好玩 聽著鄭媽媽的氣勢 工作人員試圖安慰他男姐的情緒 一個母親日夜思念他的女兒 但是天人之間 究竟該怎麼做到完美 就是真的 我們要去 我們要去現場 也要去現場 就知道了 現在說你先別自己 要去現場 不然我們去現場 就要去現場 就要去現場 對 還要在這裡很久 來這裡 工作人員詢問了 與鄭小妹妹相關的線索 接下來我們將與林毅尖兵 一起前往事發地點 小心 小心 他有拖鞋耶 聰明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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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頭嗎 你們講 你自能自有肉 有肉 我們是不是在哪 他就要能過 PTA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鬼話連篇 我是焦之芳 我是李冠穎 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母親節了 在这边都代表鬼话连篇 制作单位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 祝全天下的母亲 母亲节快乐 对 我也希望 如果说在外面的游子 也可以抽空这一天跟妈妈吃个饭 然后顺便看一下我们鬼话连篇 那我们看到节目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呢 一些比较感人这样子 绑票小孩子这样子的画面 其实让每个人非常的难过 好像今天我们领域最前线 要接触的这个案例 其实就跟一个绑票案件 跟一个伤心的妈妈 有很直接的关系 而且这是我做鬼话连篇以来 我哽咽到不行的一集 对 因为在外景 我都会讲话讲到很伶俐什么的 我这次真是哽咽到不行 因为就是一个 我们现场有带一个妈妈过去 然后我们去的这个地方 事实上它是一个社会治安的死角 它不是说那个房子之前 发生了什么事情或怎么样 只是说它废弃了 但是在这边就有一个13岁的小女孩 被绑架而且撕票在你里面 对 那至于整个故事的内容来您来说 这个郑小妹妹 她们家是开一个铁工厂 然后常会像暑假到 就会雇佣一些年轻人 然后这群年轻人可能蒙生歹念 然后就有了坏念头 就绑架这个铁工厂的这个郑小妹妹 那当初是要求 大概是一两百万 那当然她们家的经济状况没有那么好 可能没办法付那么多 所以就只能答应二十万 那在交署款的时候 她们也把郑小妹妹给撕票了 而且啊 郑小妹妹发现的时候是 全身都没有穿衣服 身上有多处的瘀伤 甚至于有被凝虐 甚至被强暴的那个痕迹 那就是她妈妈吗 对 而且她是被一块那种破布盖住的 可是我们桂花连篇 总不会二位要到这个废弃的屋子去对这个小女孩进行一些什么领域的探险吗 其实是因为那个郑妈妈她最近一直梦到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民国八十六年的时候 其实最轰动的事情就是白小姐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其实设上很多像类似像这样的绑票案件都没有人发现 就是也没有很大的像爆出来嘛 结果呢 因为八十六年到现在已经很久了 那可是她妈妈最近一直常常梦到她女儿 所以已经隔了差不多有四年的 四五年的时间了 四五年的时间了 这一阵子就是说破案之后 她都一直没有再出现 就是女儿没有再出现 但是最近一直出现 就是说在她梦里一直出现 说她好冷啊怎么样 可是这妈妈也是我们的忠实观众 她就说希望能够见我们的节目 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帮她的 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就要在Amy跟林毅坚兵的带领之下 让这个妈妈能够跟女儿看看有没有碰面的机会 马上来看看我们今天林毅最前线之 必落皇权 我怎么进去啊 这次林毅坚兵搜寻的地点 就是当时正常妹妹被气势的地方 由于听闻了这样一个令人感伤的故事 坚兵们的脚步相当沉重 我没有听到女生的声音 不好意思 还没进去又听到一个女生的哭声 对 好 你们先进去 好 好 对 你这么有机器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天哪这里真的有房子 而且破旧不堪 我们先走进去跟人家下面的大门 房子的荒废情形相当严重 荒野漫草中更为此次任务增添几分毁决 由于当年被绑架的正小妹妹最后被气势于此 让人不由得对暗夜里任何可能出现的危险提高警觉 漆黑的屋内一点不寻常的声响都会引来相当大的震撼 还有壁虎 你知道 我们现在其实几乎房子 我们现在的房子几乎看不到那种壁虎之类的东西 我大部分看到都是只有只在鬼屋里面才有看到 对不起 好 你看这地上啊 很多的 这好像生活 而且还有很多那种烟地 其实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个就是有人绑架 然后勒索撕票的案件 那当初呢 不好意思 就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是一个正妈妈委托我们 因为她的女人一个是三岁的小女儿就是被绑架 然后绑架她的人 事实上是正妈妈开铁工厂里面的员工 然后大概有三四个那种就是混混的那种小少年 就把她的女儿骗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跟她们家人勒索 事实上她已经把那小妹妹杀了 胆脱虽已绳之以法 但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么结束 这妈妈在承受这么大的打击之后至今仍难以平复 而这个细室地点究竟会不会出现特殊的感应呢 先搜寻看看 看看是不是说有其他的蛛丝马迹 对不起 你看他们有个很大的小巴 其实这种废弃的屋子啊 很容易让那种不良效的聚集 而且他们这个建筑我看起来真的 这种木板门 这是门吧 那是门 对啊 这门的话我们现在也不会看到了 对不起 地上有好多碎玻璃 小心一点 一般的人应该都不会随便来这种 不好意思 嗯 不好意思 所以他们这种废弃屋子都能看起来 对不起 其实这个我们现在要找的是 那个当初那个小妹妹被弃失的地方 弃失地点如此隐秘 我们不禁担忧 这样的角落还会是多少治安的死角 此时尖兵发现了一点蛛丝马迹 巧合的是这只被丢弃的拖鞋 尺寸仿佛是年轻女孩子所有 他当时啊就是身上那个小妹妹当时啊 就是被发现的时候 他的尸体是全身都没有穿衣服的 可是是被一个毯子盖住 这是地毯 好像是这一块 这种地毯 这是地毯吗 对不起 散致的地毯已经被雨水浸湿甚至腐烂 这会是用来覆盖尸体的地毯吗 你只有看到一只小鞋子 对不起哦 对不起 这真的是小朋友的鞋子 你知道我的脚已经很小了 我跟你没办法穿这种小鞋子 所以这应该是 我开门一次 这真的是小朋友的鞋子 对不起 放到这里好了 不好意思 而且你看哦 旁边还有这么多的酒瓶到底是怎么样 这不是酒瓶 这好像是什么双氧水 还是那种一些药剂的东西 天啊 当初我可能 地上丢弃的瓶罐 是歹徒凌虐女孩时遗弃的吗 小鞋子还发生如此的意外 会不会在现场存有强大的怨念 煎饼的探索中 又将有什么重要的发现呢 等一下 哎呦 突起 穿 什么 什么 怎么样 继好 继继续 继续